我们就来看到现在的整个的气象图 目前看到梅花的走势 目前看起来是最近接近台湾 但是旁边还有一个墨薄台风 看起来恐怕会有三台的接力 目前的梅花台风 它是缓慢的速度持续的北上 预计这两天会为北部 东北部带来可观的雨量 看到这两天真的是北部 东北部是用雨炸的方式 雨下的都是蛮大的 包含了新北乌来 桃园复兴乡 看起来状况都有一些灾情出现 尤其看到东北部地区 山区更是要小心 因为新北的乌来出现了 360毫米的雨量 在桃园另外也是有200毫米以上 但是太平洋海面上看到 不只是梅花台风而已 第13号台风 墨薄它也在上午成型了 这两台之间还有一个热带扰动 所以接下来不排除会有三台共舞 基隆外木山海浪不断拍打上岸 海巡人人守在岸边驱离官浪的民众 因为12号是梅花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日子 但是台湾这边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主要的降雨在北部跟东北部 迎风面降雨就相当的明显 梅花台风缓慢北上 气象局预测最大的问题在带来大量雨势 新北市山区已经发布大雨特报 而新竹县 桃园市 宜兰县 以及台中等地区也发布豪雨特报 另外淡水河未上涨 11日北市和新北市 接续关闭合体水门 车辆只进不出 但究竟有没有可能发布陆上警报 目前预测路径缓慢北上 到了14日就会加速往北 转往北北溪 暴风圈接触台湾的几率比较低 大概中心距离台湾还有200多公里左右 所以它等于是暴风半径 大概最近我们都东北角 至少还有50到100公里 所以这个台风要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的机会不高 不过接续还有两个台风 其中是位在日本东南方圆海 第13号台风末薄 已经在上午行程 但目前看来并不影响台湾 另外梅花台风和热带性低压之间 还有另一个热带扰动中 气象局观察会有台风生成的趋势 梅花台风暴风圈还未远离 北部及东北部地区 恐怕还是会出现强降与强阵风 民众外出还是得多加留意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惠蓉 在北部地区的民众 真的要注意好雨特报 还有大雨特报了 就来看到梅花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有多么的强大 中秋连续假期 全台都是被大雨给轰炸 昨天有大批的民众 在新北三峡的大爆锡烤肉 没想到突然山洪瞬间的爆发 这泥水迅速地吞噬了河岸 不仅是卷走了烤肉的用具 连帐篷什么东西都被连根拔起地冲走 而民众是仓皇的逃生 这画面看起来宛如是世界末日 你们先上去 先上去 等一下这样来翻 你们这样子来不及了 滚滚泥水从山上倾泻而下 洗边烤肉瞬间风云变色 河岸没有被吞没 烤肉用具全给冲走 你们这样子危险 不要了 危险 真的人民比较要紧 水是来得又急又凶 民众快要疏散不及 担惊有人还转头跑回 想救气财现象缓身 连周宇童都遭大水连根拔起 惨冲走 现场宛如世界末日 民众仓皇头神 中秋廉价 大批民众跑到新北三峡 大爆西边烤肉 以为天气OK 但梅花台风环流影响 山洪迅速爆发 甚至发布国家级警报 换了假期现成灾难片 画面曝光后 网友狂轰是最坏示范等出事了 才在那怪东怪西 因为被冲走的帐篷上 大大写着救难队名称 发现到溪流浑浊 我们的教练就开始吹哨 驱离现场至少有七八十位的民众 在现场考虑 原来当时宏许自会 水上安全大队 就在附近注点借户 事发前看见警讯火速下潜河岸 疏散民众 会有一些枯树枝 或是浑浊的水 如果这时候呢 没有马上撤离到岸边 三到五分钟 大水来了 你就来不及头 消财员提醒吸水爆涨前 会有三玉兆包含漆流水 前面混沌 水流加速就要迅速离开 因为这时一进步到十秒可逃 西边吸水 若没及时警戒 控酿惊悚悲剧 记者林权安 红宇兰是没事报道 看到中秋连假的梅花台风 所带来的降雨 在南投五届部落的 吸水也暴涨 水势也湍急 昨天下午呢 三点呢 有四名的登山客受困 但没想到晚上的九点多 又有六个人 在相同的地点求援 警方是两度的赶往现场 甚至还背负着 女山友设息 非常的惊险 在昨天呢 有四个人登山队 受困在南投五届的部落 而远景发现 这个膝床的宽度不到十公尺 立刻展开救援的行动 其中有一个人遭到吸水冲走 被远景及时地拉回 全数平安地获救 虽然到了晚上九点多 同一个地点 又有六个登山队下山 这个时候的吸水呢 更加地湍急了 再加上呢 晚上视线不凉 警方再次地赶往 短短的六个小时 两次的救援 幸好十名的山友 全部都平安地下山 好 我看到梅花台风 所带来的间歇性的大雨 桃园小雾来山区的 吸水也暴涨 复兴乡的高益国小 楼梯更是直接 就变成了瀑布一样 另外在新竹 尖石乡竹120县 还有十类快速道路 也传出了有落实的摊方 道路交通中断 目前正在全力的抢通当中 泥土夹杂 雨水滑落边波 树叶树枝散落一地 许多巨大石块 就这样在道路上堆着 阻碍了去路 民众感激霸 横倒在路上的大树 移开能清多少 就清多少 这里是新竹石垒 土石崩落 道路中断 放上三角锥 拉起封锁线 乡长也赶到现场 查看情况 十类快速道路 七点五公里处 从宣篮诺台风 就开始蒙塌 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乡长也希望能赶快抢通 另外在尖石乡竹120县 30公里处的地方 也有石块掉落 民众也赶快把石头 搬到路边维持道路顺畅 另外在小屋来西水 也是非常的囤积 桃园大雨间歇性发生 高一国小校园楼梯 直接变成了瀑布 国小路口也是泥泥一片 另外在桃园台七线 41.3公里处 也出现大面积摊坊 大小石头散落边波 满地都是黄土泥泥 受到梅花台风 外围环流影响 桃园县政府紧急宣布 复兴区的三个里 包括华林 三光 高一 12号停课不停搬 上午桃园八林地区 夜下起大雨 不过目前雨势不大 包括新竹跟桃园山区 这两天都要小心 大雨可能造成灾害 严防土石流崩塌 影响交通 记者和孟谦刘志展 王云廷新竹桃园采访报道 好 这两天真的要注意一下 这个天气的变化 因为呢 这个雨势呢 看起来在北部地区也不小 梅花台风所带来的这个豪雨呢 在新北市的乌来 昨天的雨势就相当的惊人 山区呢 土石崩落 碰触了黄泥瀑布 而今天上午呢 还是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 山区的溪水依旧是波涛汹涌 目前呢 在上游 有两段土石流红色的警戒 有不少的住户已经撤离了 到安全的收容所去避难 山边小溪流变成气势磅礴瀑布 强劲水流快冲上马路 梅花台风擦边而过 但外围环流雨势惊人 乌来山区首当其冲 天干岛西 现在这个瀑布呢 是相当的湍急 而且呢 这个水啊 是呈现了稍微有点浑浊的颜色 相较于前一天惊悚 黄泥暴冲 隔天水势仍有破坏力 乌来遭到暴雨袭击 不但瀑布相当湍急 甚至下游的南市溪 溪水也呈现浑浊情况 高雨等级 两日内各区雨量 也几乎飙迫300毫米 高居全台雨量前五名 也让老街摊伤较苦连天 那连两周两个台风 是不是对这边的生意 影响蛮大的 影响很大 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 人潮都会比较少 不只摊伤受影响 因为暴雨影响 相关单位发出红色警戒 紧急将乌沙溪向游居民 强制驱离 12户有11个人 那我们去做了一个强制撤离 那已经在今天早上 10点已经撤离完毕 希望明天风雨情势减弱 让一家人平安返家 接着张若慈游套 SG小组新北菜脏报道